火场高温浓烟密布又吵杂 新竹市日前巴生两名消防员就在不幸殉职 新竹县消防局就泰换传统空气呼吸器杯架 添购了157组新型电子式 能准确显示剩余气量和时间 搭配灯号警示和警报声 让打火弟兄们即逝撤离 亮起红灯尖锐警报声响起 消防队员身上穿戴最新型的电子空气呼吸器杯架 马上能发现剩余气量及时逃出火场 传统是他只会可能残压子的时候 他才会明冻 让你剩50%的时候 50%的时候 你就有时间来去撤离 但是因为现场 你在驱灾状况现在不一定听得到 以及你头戴消防头盔 你不见得听得到你的警示声音 所以现在我们考虑到这样的微信 所以因此我们就太近 想来全部的太换 把所有的这个传统机械室的这个杯架 我们要把它换为电子室 打火弟兄英勇闯入火场救援 新竹市日前发生消防员救灾不幸殉职汉市 新竹县消防局全面盘点装备 太久换新 传统空气呼吸器杯架 只有指针式残压显示 在视线恶劣声音吵杂下 未必能发挥作用 先行电子空气呼吸器杯架 有电子显示器准确显示剩余气量和时间 有灯号警示和警报声 对员间能互相提醒尽快撤离 我们在今年已经采购了77具 那我们现在已经都分别 发配给各分队了 当然还是不足 所以目前我们程序县长的指示 我们已经在完成第80 一次再采购80具的这个所谓电子式杯架 希望在年底前就能够交货 完全来配付给我们各消防分队 应我们消防救灾同仁的救灾需求 去年全县已经采购77组 分配到各分队 今年再采购80组新型电子杯架 预计年底前完成配发 让打火弟兄生命多一层保障